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12月 某媒体才写的一篇关于接种疫苗引发儿童死亡的报道 如一枚重磅炸弹 引发多方关注 针对这一事件 国家相关部委及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经过近一个月紧锣密鼓的联合协同调查 最终在2014年1月17日公布调查结果 结果显示 未发现疫苗质量存在问题 死亡病例中以明确诊断或初步诊断与疫苗接种无关 调查结果虽然已经明确 但儿童疫苗到底安不安全的质疑声却并未停止 很多家长更是陷入了打还是不打疫苗的疑虑与困惑之中 针对这个儿童疫苗接种的话 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安全吧 安全 这个怎么讲呢 有些疫苗不是打完出事吗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疫苗让小孩打肯定要打 但是稳不稳当 我现在就是比较担心的这件事 主要就是安全问题 听朋友说就是说进口的疫苗相对贵一些 但是效果要好 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多花些钱 然后用进口来更安全 就是希望它是安全的 希望是安全的我们就能接受这个问题 带着家长们的担心与困惑 走进科学的记者来到了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免疫中心异常反应监测室 这一层是我们中国疾病中心 美国疾病中心的一个工作区 这间屋子就是我们的疑似异常反应的监控室 我们可以去看 进去看 你看这个系统是我们从2005年开始建设 经过三年的时间 到2008年正式运行 我们可以对所有的上市后的疫苗 包括第一类疫苗 第二类疫苗 所有的受众者发生了任何的疑似异常反应 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上报上来 刘大卫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免疫中心异常反应监测室主任 是一旦疫苗事件发生后 全程参与调研与评估的专家 对于接种疫苗会导致死亡的说法 从事故良反应研究20多年的他 则已有发言权 如果说真的是疫苗只要引起的问题 它可能就不是一粒一粒的出现了 那可能就是一个群体性的这种发病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目前监测的结果来看 还没有出现这样群体那么多反应 在同一时间或者很集中 同一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个疫苗集中的情况 尽管专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疫苗没有出现质量问题 但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却仍在持续发酵 极端言论更是此起彼伏 一大早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社区的社区门诊部内 已是一片繁忙 每周二和周四是门诊部固定的预防接种日 以上午时间 预防保健科科长吴小新 在接诊员的座位上几乎没怎么挪动 我给您拿一份资料 然后您回去看一看 这些疫苗不管想打哪个 五月底都可以来 中午十二点 接种室内逐渐安静 这都忙完了吗 也没全完 是这样 然后每次门诊 有的孩子 不管有种种原因吧 有可能他很长时间没来打针 这些孩子我们门诊完了 都得整理了 还得打电话什么的 还得打电话看看情况 来催一催 喂 您好 我是团结护医院保健科的大夫 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孩子有一段时间都没来打针了 他有一面要打 是什么情况 喂 您听得清吗 喂 您听得清我说话吗 连着打了几个电话 不是说没在北京 就是电话没人接 总之都没有成功 已经过了吃午饭时间 还有三十多个号码要打 乌晓鑫的心里有些着急 没想到接下来的这个电话 不但让他着急 还让他感到非常委屈 您好 那个今天打电话 还是想跟那个 就是您孩子那疫苗 那个事跟您说说 我想后来您去别的门诊 带着孩子去打疫苗了吗 去 还没准备去 还没准备去 是这样 就是我们建议您还是给孩子打 因为这个季节 麻疹发病挺高的 那个麻疹我们不敢打 为什么不敢打 为什么不敢打 那个出事不太多了 而且我们打算去 去那个三个打 那个 我们对我们不打 但是那个直接就打疫苗 打不了的话就算了 这个就是那个家长 就死活就是不打这个疫苗 就是对这个疫苗 不知道它是什么途径得知的 就对这个疫苗特别特别的拒绝 后来有一句话就急了 然后就说 说你们就昧着良心说吧 你们打死了多少孩子 他说的那么夸张啊 说说说 我们就打死多少孩子 我们多委屈啊 这事 和乌小星的境遇类似 河北省义县西山北乡卫生院的接种员牛丽华 也正在为村里几个到了接种时间还没打防疫针的孩子范畴 下了班 牛丽华学校到几个没打通电话的孩子家里 当面通知 干了八年预防接种员的牛丽华指导 有两个孩子如果再不接种疫苗 就会错过最佳接种时间 这将给孩子自身的健康 以及他人的健康造成一定威胁 此时的牛丽华心急如焚 趁着天还雷黑 牛丽华决定再走几顶山路 去找另一个孩子 但这次 她的运气却不太好 她爸爸妈妈在北京打工 孩子是由爷爷奶奶带 就是算是留守儿童吧 每次打防疫针告诉他们 该打防疫针来 他们就是说 爷爷奶奶也不带着去 我和村里边的方医生 然后我们去家里边 给他做工作 去一次不行 他说我们不打防疫针 我们又不生病 我们又没事 我也不打防疫针 然后一次不行去两次 两次不行去三次 不管是在北京闹市区里接诊的 乌晓鑫 还是隔三差五到山里找孩子的 牛丽华 都同样面临着基层预防接种工作 不好做的困境 有数据显示 自2013年底开始 全国乙肝疫苗的接种率 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同时 其他疫苗接种率 也普遍下降 中国是乙肝发生率较高的国家 如果不打乙肝疫苗 全国每年将有四五十万新生儿 感染乙肝 只想如果乙肝疫苗接种率下降到临界水平 则很有可能爆发乙肝疫情 这无疑将大大影响 疫苗在大规模传染病爆发时 对人群的保护作用 后果 不堪设想 这里是北京市海淀区 妇幼保健院 三十岁的东北姑娘小段 刚刚升格 成了一名母亲 儿子出生还不到二十四小时 医生就已经给小家伙体内 接种了两种疫苗 一种是乙肝疫苗 一种是卡戒苗 依照国家免疫规划管理 从新生儿刚一出生 就要打的第一针疫苗开始 一直到七岁 儿童必须接种的免费疫苗 就有十四种 可以预防十五种疾病 按照打一针算一剂的计算方法 目前 全国每年接种疫苗五亿计次 由于接种儿童年龄较小 有些先天性疾病 不容易被发现 为了防止不良反应的发生 接种前 接种单位都会要求 每个接种儿童 在接种疫苗后的三十分钟内 留下来进行观察 在这三十分钟期间 一旦出现任何的异常反应 都能够及时上报 及时处理 打完这个针以后 有可能就是说 注射部位有问题 有可能就是说 也有点发烧 但是你别点小都没事 如果超过三十八度 你就是说 可以对症 吃点 吃点更小一点 如果超过三十八度 多喝八克水 相对于接种疫苗后 出现的红肿 发热等一般反应 异常反应 所表现出来的 严重性和复杂性 是最让刘大卫 感到困惑的问题之一 儿童有很多这种 暗含的这种 就是潜在性的疾病 有时候很难发现 很难发现 那这难免会出现 就是接种 接种后 可能有些孩子 就出现死亡了 就以为是疫苗导致的 是吧 当然怀疑这个 这是正常的 但另外呢 跟这个受众的 就是跟孩子的 这个个体健康状况 也有关系 就是个体差异 也有关系 由于异常反应的发生 非常罕见 他也是刘大卫和他的团队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但除了加强 对异常反应的实时监测 提高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手段 能否从源头上 保障疫苗安全呢 目前接种到儿童体内的 每一支疫苗 在研发 生产 注存 冷链运输 管理 接种等环节上 又是怎样保证 其安全性的呢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 谣言与猜测 质疑与观望 儿童疫苗安全性 究竟该如何保障 疫苗的困惑 走进科学 正在播出 这里是北京一家 疫苗生产企业 今天正在生产的 是国家一味苗 甲肝疫苗 所谓一种生物制品 疫苗的生产操作 都是在捷径室内完成的 这个车间 为什么我们进不去呢 因为这个是 疫苗生产的 关键 关键核心区 也就是疫苗的 无菌冠状车间 关键叫无菌冠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三岛玻璃墙以内 也就是冠状的核心区 它的要求就是 在整个区域内 不能有 微生物的存在 您刚才说的这个A级 是不是就是 我们老百姓理解的 那个万级的那个 不是 比万级要高 就是完全的 无菌区 没有卷落 没有粒子 没有操作 没有人员的干预 所以我们叫 无菌的核心区 出于对无菌的要求 记者只能在失败 隔着三层玻璃 进行拍摄 尽管已经是 最严格的A级无菌区 工作人员 还要不间断地 对所有接近室 进行定时环境监测 以确保 每一个重点生产区域的 微生物和粒子等指标 小于一以下 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 身着三层无菌内衣 连手套都是两层的 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每一支疫苗 从病毒培养 到成为疫苗成品 所需要的各种质量检测 就有一百多项 仅配比时 使用水的检测 就有十多项 可以说 中国是全球实行 疫苗生产管理 质量标准最高的 国家之一 这里是疫苗生产的 包装车间 每一支疫苗 经过条形码扫描后 都将有一个身份证 上面有型号 P号 P次 生产日期等信息 一旦某一P次 或某一型的疫苗 出现质量问题 监管系统 就能第一时间 找到其留下 并将其追回 里边所有生产的疫苗 都是在这个里面放的 对 这个温度好像还是挺冷的 对 一个是二到八的一个环境 对于已经生产出来的 成品疫苗来说 如何存放 是保证疫苗质量 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这其中 合适的温度 是重中之重 这个温度是怎么来保障的呢 因为看我们像边 有这种冲击 根据它温通系统 然后自动的启动 然后去保证 它一个 大概一个区域内的 一个范围的 一个温度的一个 红温 二到八的一个红温 那就是说 如果要是停电了 这个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是 我们是双路供电的 就是施整双路供电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 这种断电这种情况的 如果说 在有极端的情况 说真的双路供电 都有问题 那我们还要保证 我们是导库啊 还是说其他这种方式 来保证它的这个温度 产品的始终保持 在二到八的这个环境 二到八摄氏度 是大多数疫苗 冷面注存的正常数值 高于或低于二到八摄氏度 都会对疫苗的质量 性质 及安全性和有效性 产生影响 说话间 又有一批疫苗 准备发货了 今天负责运送疫苗的 是有着多年驾驶经验的 老司机胡师傅 他今天的目的地 是河北省的保定市 就是 四个多小时 这个车上的这个恒温 就是这个疫苗的这个温度 怎么来保证了 我们是这个温度是 二到八度 二到八度的就是 是有那个温度距离 就是那个电脑 通过电脑都能显示控制的 哦 胡师傅开着冷链运输车 出发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 胡师傅及他所开车辆的行驶情况 车内温度 车辆速度 位置等 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屏幕上 一目了然 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图标呢 已经由灰色变成绿色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车呢 已经开始运行出发了 然后呢 您看下边这个速度呢 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就是速度现在是四公里 哦 它是有一个显示 它是实时显示它的温度的 当它超过或这个低于这个二到八度呢 在这个报警状态上 也会有一个报警 会有一个高温报警 还有一个低温报警 这些呢都可以显示 胡师傅运送到保定室的疫苗 部分被送到了这里 这里是河北省义县疾控中心 面积不大的冷链室内 对于温度的要求 却是相当严苛 我们就是这个游泽的冷链 监测两次 上午一次 上午在这个八点上班以后 八点半就九点 我们监测一次 下午呢 我们是这个两点 两点半 我们上班以后 这个冰箱和这个冰柜 我们进行这个温度测量 我们这个冰柜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冰柜是 它是在这个 它这个温度是控制在二十度以下 它主要是储存什么的 另外这个鸡灰疫苗 它这个储存的温度 是在这个二十度以下 低温保存 在这个看似简单 狭小的冷库内 存放着所有运送到 溢线的疫苗 凌乱的摆放 实际上体现着 专业的设计要求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从生产到运输 从注存到接种 走进科学记者全程跟踪 能否揭开令人困惑的疫苗迷雾 疫苗的困惑 走进科学正在播出 这个疫苗上那个这个墙吧 我们都有这个规定 来看 应该以墙 这疫苗和箱的之间呢 都这个有缝隙 就是说 它这个风风啊 和这个冷藏 效果比较好 这都是不能爱着墙的 这个疫苗 就是有一个安全距离 对对对对 安全距离也不小安全距离 就是说 这里边温度它就均匀了 你要是把它都靠着墙以后 这温度不均匀 这个疫苗破好 出库之前要先扫码 这些出库的疫苗 都是根据一县下属 各乡镇卫生院 报上来的使用计划 进行配送 扫码完成后 每一盒疫苗的去向 用了多少 还需求多少 都会在县疾控中心的 监测系统上 有清晰显示 这两箱疫苗的归属地 是近一百公里外的西山北乡 负责运输的两名工作人员 还随身携带着几本登记表 一会儿你们两位需要在这个地方签名 不是 我们到了以后 他看看这个温度 他在温度的后表 如果温度在28度之内 他可以 什么 跟他都签了自己俩 这就是 人数人签名 我们都签了 如果他不接受 我们怎么签呢 他先要 检查完了以后 他先要 合格 他就接受 不合格就他们去签了 去签了 就等于你们这次就白约了 对 接受疫苗后 牛力华开始通过 健康保定网络管理系统 给十几个适龄儿童的家长 发短信 通知家长第二天 带自己的孩子 来接种疫苗 不久前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 来到中国 对中国的疫苗生产和安全监管 进行全面考核 作为专家的刘大卫 全程参与其中 他一零年 他才 他来我们中国 来 这个 考核我们的监管体系 到底是不是符合国际的要求 那么有上百个 数百个指标 考核我们 他每一块 一零年 我们是以高峰通过了的 那么今年 14号到18号 把这个期间 社会组织 再次对我们的中国疫苗的监管体系 来考核 那我们 去初步的 他们反馈的结果来讲 我们还是就是 这块得到了 社会组织的高度认可 最让刘大卫感到欣慰的是 目前全国的疫苗不良反应监管系统 已经做到了 国家 省 市 县 乡镇 无机全覆盖 通过这个系统 每天 全国所有地方 所有接种单位 出现的 所有不良反应案例 都能第一时间 在这里显现 不良反应监测的 及时性和有效性 得到很大提高 针对如何避免 接种疫苗 出现立场反应 刘大卫还结合自己的研究 给出了不少建议 接种单位 他给孩子接种之前 他一定要去询问家长 或者孩子到底在最近一段时间 特别是前一两周之内 到底有什么样的健康状况 要去询问 这块来帮助我们判断 孩子到底能接种 还是不能接种 除了健康状况 刘大卫认为 接种前还要了解接种儿童 有没有过敏史 有没有曾经或正在用什么药 有没有家族遗传病 孩子的免疫功能怎么样 因为以上几种情况 都可能影响疫苗的接种效果 甚至导致异常反应的发生 团结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吴小新 每天的工作仍然是非常忙碌 一上午时间 不喝水 不上厕所 已经成为他工作的常态 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因为预防接种 尤其是防病 让孩子不得病 本来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做的工作 也挺出高的 苦点累点也都没关系 有的时候我一上午 嗓子也都说哑了 说哑了也没关系 但是现在这些工作中 遇到的其他的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让自己确实有点委屈 委屈归委屈 你在接种岗位上 干了十多年的吴小新 还是希望那个 不愿给孩子接种疫苗的妈妈 能尽快带孩子来接种 如果不来 吴小新说 她还会再打电话 牛丽华去找了几次的那个孩子 终于来打房一针了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牛丽华最幸福的事 就是和四岁的女儿在一起 作为一名80后妈妈 牛丽华说 她希望所有经她的手 接种过疫苗的孩子 都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健康快乐 看着身边的孩子 得传染病的越来越少 感觉自己做的工作 也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就是说我感觉还是值得的 疫苗作为群体免疫的 有效保护屏障 一直是全世界公认的 有史以来最成功 最有效的 卫生干预措施之一 自1978年 正式实施计划免疫 到2008年 30年间 通过接种疫苗 中国减少了 300万儿童的死亡 2002年 以干疫苗 纳入免疫规划管理后 全国五岁以下儿童的 一肝抗原携带率 降到了百分之一以下 下降了十倍 自1990年以来 中国的儿童死亡率 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四 提前完成了 到2015年 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降低三分之二的目标 他今年已经九岁 体重却不足五千克 他年仅十二岁 却面临着死亡的厄运 是怎样的基因密码 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敬请收看 《奏心科学生命天书》